我曾经在立法院 没有实验教育法 所以在这一天 我曾经在立法院 所以在台湾上 有两千多人 在立法院 在立法院 我曾经在立法院 所以我曾经在立法院 我曾经在立法院 在立法院 我曾经在立法院 规復到落洞 所以我曾经在立法院 我曾经在立法院 我曾经在立法院 我们曾经在立法院 那我们曾经在立法院 心理难解 我们曾经在立法院 会订成他们在立法院 一样我原来也认为 filtい在这里 我们有共云 也认为 我想说可以尝试看看说换另外一种方式来教育孩子 是不是会有比较也是一样会有不同的国效这样 在家里的话是你就是自己可以自主学习可以培养你自主 让你能够就是有一种就是能够自动自发这样子 我们去兰语去那边有三天两夜的聚会孩子虽然那个时间还是在上学的期间 可是因为是自学的关系他们可以跟我们去亲自体验 就是说坐在那个平板洲亲自体验那个兰语的灯塔 也许这个如果不是在自学的话没有这样子的时间 部落就是教室啦农地就是教室那所有的生活环境都是教学的素材 这个课程它必须要提供很多比如说你要课程的安排啊设计啊 这些啊都要你自己弄好然后送到县府去审核 那这个东西对山上的家长来说应该是不太容易 每个地方都是这样子的 子女孩中的教室 我们在世上的人里面有些学生 这个地方是很学的 而且我们在世上的人学生 联系的学生 大部长 等等 我们又在世上的人里面有些学生 而且我们在世上的人学生 我们在世上的学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